好 歡迎大家再度來到跟上奎哥頻道 現在我在桃園機場 馬上要搭機前往舊金山 今天有一個立刻的挑戰 就是因為我已經好久沒有搭這麼長的時間的飛機了 台北飛到舊金山要12個小時 而且是晚上11點半出發 所以我要挑戰在飛機上全程不能睡覺 因為到舊金山也是晚上的8點半 就是在到我住的地方差不多也是睡覺時間 所以等於說我在飛機上就要試著去調時差 那這次非常感謝華航送我去舊金山 當然也做了豪金艙 待會上飛機之後呢 也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哇 也很久沒有搭華航 同時很久沒有坐豪華經濟艙 滿期待的 那當然 接下來就是 到舊金山之後呢 會先到幾個地方去玩一下 然後下個星期一天 才會參加今年的舊金山馬拉松 那這次呢 因為好久沒去美國了 沒有飛這麼長 所以出國之前呢 先去買了平安鮮 然後旅遊不變鮮 直接都先背著 這個成本也滿高的 三千多塊 因為我總共去十二天 那另外呢 我手上帶這個行李 這個行李箱呢 其實也是把我的 比賽的跑鞋啊 一些配備都放在我的 手提的行李箱裡面 這也是有很多前輩告訴我們 尤其是 如果到美國或到歐洲 還要經過轉機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不小心 行李會比較慢到 或是搞丟 這個如果你要去比賽的話 你的比賽鞋比賽衣 不在你的身邊 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是把我的這些 比賽當天要用的隨身攜帶 以免到時候發生任何的狀況 要再去補救就會比較麻煩 好 那現在就到登機口 好 待會兒 搭往 美國的舊金山 上了飛機之後呢 大部分的旅程外面都是黑的 不過 沒多久 就來了晚餐 從薩普特除了有黑跟大子之外呢 還有他們跟米其林三星主廚合作的餐點 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整體豪金艙坐起來也非常的舒適 而且座位非常的寬大 真的是滿意到不惜 因為我已經太久沒有搭豪金艙了 休息了一段時間之後呢 哇 打開窗簾一看 哇 外面天亮了 這是接近美國了 而且開始接近黃昏的時間 那你看 外面已經可以看到 美國的陸地了 我已經到美國了 好 出來到舊金山的這個入境大廳了 那現在 就要去搭這個 灣區的捷運系統 BART 那在飛機上呢 其實還是昏昏沉沉的 畢竟是台灣半夜的時間 所以 睡睡醒醒了 我並沒有辦法 成功挑戰 就是在飛機上12個小時不睡覺 現在也是舊金山 晚上大概9點多的時間了吧 所以回去到那邊 住的地方應該已經 10點多11點 也要看看我待會睡不睡得著 好 現在我們就去搭 BART 灣區捷運系統 然後先下載它的交通卡 就不用買實體 這個交通卡 叫CLIPPER 所以 現在蠻方便 到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其實都可以 不需要實體 我們來看一下 來美國的第一餐是什麼 優格早餐 這碗是我的 有沒有 很醜 很醜 吃到肚子都是一樣 其中一種 好吃 健康 Live like American Yeah 各位看到沒有 這就是 所謂的 美國的生活 哇 遠遠的那邊 還有山頭 有沒有看到山頭 我現在在 朋友家 今天來到美國 第二天的早上 你看他家 不但有backyard 還有一個 可以在這邊聊天的 懶人沙發 這個沙發 大概 最多坐兩個人吧 這個 蠻舒服蠻愜意的 敲一下 來到美國第二天 那 嘿 第一個好消息 跟他報告就是 我應該沒有時差的問題 因為 到了 舊金山的晚上 我很自然而然的 就睡著了 現在是早上的 八點 早上八點 然後今天七點半就起床 所以 今天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去租車 然後從明天開始呢 我就要展開在 大家洲地區的旅遊 跟我太太一起旅遊 然後 在下週五 再回到舊金山 所以 旅遊的過程當中呢 有機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段時間在美國的生活 因為 來美國 最重要的 一趟花了十幾個小時的時間 絕對不能夠只有跑步就回家 因為這樣太辛苦了 所以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來玩 接下來九月去雪梨也是這樣子 跑旅的生活 一定要給它實踐一下 哇 這個 最有感觸的就是天氣啊 氣溫 我昨天在 那個 BART上面轉車月台的時候 超級冷啊 大概只有十五六度 今天早上起來呢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 離灣區已經有一段距離了 今天早上 這邊的溫度大概十九二十度 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穿著短袖也不會覺得冷 但是覺得有點涼意 那到中午呢 這邊叫West Dublin 大概會有 二十六七度 不過沒關係 再怎麼樣都比台灣涼快 都比台灣涼快 因為我出來的時候 台北大概已經三十六七度 非常的熱 而且這邊相對來說是比較乾的 然後又是比較country side 所以 美國各個地區的天氣的變化 溫度差距很大 像我知道一個朋友 他也來美國旅遊嘛 他從舊金山到現在往Las Vegas的路上 據說呢 外面 車外面的溫度是四十五度 然後我這邊是 你看十九度 然後如果到Bay Area 我剛才查了一下 早上這個時間只有十五六度 就是我們起跑的時候 希望下個星期天也是這樣的天氣 期待一下 好 本來訂了一台Toyota的RAV4 結果呢 到租車公司去 只有這台CROSS 那就租了這台CROSS之後 就可以趴趴走啦 人家說美國一定要來In-N-Out 所以現在就來了 上一次到了 美國也去過In-N-Out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點什麼 好 In-N-Out的可樂是自己加的 加冰塊可樂 然後還有 檸檬也都是自助的 超級好 沒有啦 其實三個人吃也要一千塊 哇 超級大的 我關得起來嗎 我關得了嗎 我關得了嗎 哇好重 好重 好重 Cheese Burger Cheese Burger 這個是Hamburger Hamburger Fries 這什麼 這鹽 他怕你不夠鹹 鹹死我了 我有拿一個 我有拿一個Pepper YES 好 然後吃吧 那個其實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還有沙拉那些什麼東西啊 對對對 這邊什麼都沒有 這邊只有漢堡 起司漢堡 還有什麼 薯條啊 薯條 就三種而已 但是它的自助式感覺蠻好 你想要加多少可樂 就加多少可樂 喝爆爆 你不要騙人了 台灣沒有 台灣不行 台灣的麥當勞 台灣的麥當勞 只能夠一杯而已 對 我們美國說的出食店都這樣 吃飽喝足之後呢 當然到了傍晚 就要去跑個步啦 趁天氣不錯 而且又比較乾燥的情況下 就在朋友家附近 找一個高中 沿途 都是這種古董的house 風景也算是非常的愜意 相當不錯 然後我就沿著 從朋友家出去 然後跑到這個高中 叫做 California High School 據說這所 州立高中呢 在這個地方也算是 相當的有名氣 而且 待會跟我去到那邊 你就知道 他的運動設施 也是 非常 非常的完備 好 那我們現在就跑去 California High School 吧 人工草皮 美式足球場 人工草皮 但是 非常的漂亮 也可以踢足球 好吧 來跑一下 這裡就是在 Saint-Ramont 相當出名的一所高中 Cal High 他的 學術地位呢 在美國高中裡面呢 也算是相當的高 10分來說 他的排名通常在 9分以上 然後有非常多的 課外活動 也非常重視運動 而且是一所 在灣區 近郊 非常多 父母親 會把他們想要 送到這邊 來讀書的一所高中 所以他的 學生人數也相當的多 那他們學校的 運動校隊 是用Grizzlies 灰熊 來擔任他們的 吉祥物 所以你如果說 Cal High Grizzlies 大家就知道 是哪一所學校啦 這是我來到美國之後 第一次跑步 而且是在一所 假日對外有開放的 高中 田徑場 進行訓練 那先跑了 410左右的配速 然後 再加上 跑去學校 以及跑回學校 總共 10公里 因為天氣 算是比較涼 而且比較乾燥 所以整體跑起來的感覺是非常的好 這邊看起來像是一家人吧 你跟父親一樣嗎 好酷 完成了到美國第一次的訓練之後 當然心情是感覺到蠻輕鬆 而且很開心的 畢竟能夠在美國 而且在住家附近很自由的跑步 我覺得在某些區域來說是沒有辦法辦到的 所以我個人是非常珍惜這樣的時光 那在接下來的幾集 個人 美國型的Vlog當中 我將繼續帶大家去看 到底我還去了哪些 在美西 大家可能會常去的地方 後面的風景是 越來越漂亮啦 敬請期待吧 好 還有 結束 的是